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康苗最款 庆典家四月四月 这天庆祝十七十年庆 因为刚好时期冬天 所以特别有小朋友表演庆祝 庆典家最款的庆典 大家也都以到办事实的心情 欢迎来自国际英国 以前的年代 台湾很贫穷 物资很缺乏 然后小朋友没有钱买饮食 但是台湾糖很多啊 小朋友就你拿妈妈的糖 我拿妈妈的行融 他拿妈妈的汤匙 我们到野外空地 一定的糖主成 所谓的碰的就是膨胀起来的糖 一定的糖主成膨胀很大的分量的糖 大家分来吃 那虎中街也在今年的一个三月 经市政府来辅导 设立假日的一个创意市集 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创意市集 能够来装点孔庙的一个商圈 更热闹的一个氛围 康庙最款十七月 这个好日子 我们要来看到 台湾市长的红尾铁 创意市长说 已经欢喜看到最款的店铁 都可以团结 为虎中街种植更好的环境 带来更多的生意 今天很开心 2019年府中街庆 事实上在府中街 我们封街盛大举办 但事实上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老街区 但是一个等于说新的商圈 那我们很开心 这个我们的商圈 各位商家都能够团结 都能够和谐 然后我们的金发局 跟他们做协调的时候 大家都愿意配合 所以大家都让一步 然后能够共存共荣 然后生意越做越好 这是我们的期待 以后我们的商圈 可能一个一个陆陆续续 会再继续开展 那台南市也是目前商圈 算是蛮多的 那我们也都很愿意 把这个商圈做起来 因为大家毕竟 以和为贵和气生财 我们觉得这部分 我们都很希望说在做 那今天的商圈 也是正式公告 府中街是一个五渊街区 全条整条路都禁止吸烟 那一方面有环保的意义 一方面有健康的意义 一方面又有欢乐的意义 很开心今天 来到这个商圈的庆祝活动 那也谢谢大家 我们呼吁也欢迎 大家都一起来府中商圈 大家一起来走走逛逛看文创 那买买 这个买买东西 这个都是大家所忠心的期盼的 谢谢各位 生意兴隆 人丁兴旺 府中街 一纸商圈 永远成功 大家掌声鼓励 今天就下来 虽然我们市长也来 打着富庄街 含着上款的账 UK拍着好 让大家感兴趣的意义 日前很欢迎 呢 我们下期的称赛 我们下期的称赛 谢谢大家